HELLO 大家好,我是怡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用Tabata的概念来做这个四分钟的腹肌运动 那一样是我们设计了四个动作 那总共是一个动作做二十秒 然后总共会做上就是重复两次 等于会做八次的腹肌运动 那透过短短四分钟的腹肌训练就可以达到这个训练腹肌的效果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会有四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双手摸脚 所以就是会这样子 记住在动的时候是用一个侧边 就是这样子去摸 这样子去摸 上伤不用抬起来 就侧脸去摸就好了 那第二个动作是 我们把一个脚屈膝 另外一脚伸直 那伸直的那一脚 跟右 比如说我们现在伸右脚 然后跟左手 这样子 我去摸它 那重点是在移的时候有点侧身 侧身你的这个侧腹的部分就会出到力 那你的下部就会出到力 第三个动作我们是 就是叫V-up 就是它就是有一个做一个V字形的动作 那它的重点就是 上去下来的时候就是乘水平 不要全部放到地上 所以是这样子的 1 OK 就是这样停住 2 这样停住 OK 这是第三个动作 那第四个动作 我们就是做这个 这个叫什么 虽然是类似打水 打水的一个姿势这样子 OK 那它就是这样子 两只脚 你可以这样子水平踢 你看 可以这样水平踢 也可以这样子 脚插紧 脚插紧 OK 我们就是用这四个动作 来做一个 好的腹肌运动 OK 那现在我们开始做 因为我刚才已经有做过了 两三次的腹肌运动了 所以现在腹肌有点酸 没关系 我们还是来做做看 如果像平常 如果你在做的话 撑不住的话 就休息没关系 就是你尽量确保是 每一下都有动作正确 有出道力 那也好过 就是说你胡乱做 然后姿势不正确 来得好 OK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 一个四分钟的腹肌运动 那做的时候 注意就是 确保你的腹肌有感受到 就是侧后能够处理 所以你每一下都有一种 就是处理 跟一种紧绷的感觉 休息十秒 休息十秒 那第二个动作 我们待会就是做这个 这样的侧 那第一次 比如说你做右脚 第二次你就可以做左脚 我们先做右脚 的一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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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就是像我在做动作的时候 有些动作我上身都不太抬太勤 因为你上身抬太高容易上到脊椎 這個特質部分要小心 這樣我們就倒逼 那一樣鋼彈的動作就是 下來的時候不要全身都放下來 就是你的腳跟手就要呈現一個 離地的狀態 第四個就做這樣子 好像打水的姿勢 讓你的手可以摸著你的肚子 因為覺得你的肚子 腹肌是有被處理的 就這樣撐20秒 第一輪做完就會覺得有點痠 所以第二輪就是考驗的開始 然後我們重複剛才動作再做四次 休息十秒 那剛才我們是做右腳 這次我們就換左腳 然後如果空間不夠大 你就稍微移一下位置 好 第三個動作就是我們做起來比較吃力的 然後我們到V V Up V Up 好 好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就是做這個水瓶或這個剪腳的動作 前腳不是這樣 腳尖可以把它繃直 腳可以有受力的感覺 你的頭就稍微抬上來 有些人會覺得脖子算是正常的 好 這個就是四分鐘的腹肌運動 那其實就是用四個不同的腹肌動作去組合起來 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你做完你覺得很輕鬆 你就可以再做一組到兩組 按每一個組件我們就是休息一分鐘 然後再做下一組 OK 那四分鐘的Tabata腹肌運動 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來試試看囉 OK 拜拜